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Java基础系列课程。 这是Java基础系列课程的第一门课,Java入门。 在这门课里,我们会简单地介绍Java的一些基本概念、课程的内容, 以及如何搭建Java开发环境,并且编写第一个真正的Java程序。 那么,我们学习软件开发,为什么要选择Java? 因为Java是目前全球排名第一的开发语言。 它有最大的开发社区和最多的厂商支持。 Java在企业和互联网后端开发、安卓应用程序开发和大数据开发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Java工程师是市场上需求量最大的软件工程师,高薪就业非常容易。 有很多新兴的语言在很多方面,比如语法比Java都更为优秀, 但是它们缺少开发社区的支持而无法壮大。 Java不是最好的语言,但却是企业和互联网公司最合适的语言。 我们掌握Java作为一门工作语言后,再掌握其他语言就非常容易。 那么学习Java是否会过时呢? 肯定会。 没有一种语言不会过时。 但是我们学习Java,更重要的是学习程序设计的思想。 程序设计思想是不会过时的。 我们来看看Java的特点。 Java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跨平台编程语言。 它的语法比CIA加简单,并且以直接码的形式运行在虚拟机上。 Java自带功能齐全的内裤,并且有非常活跃的开源社区的支持。 那么Java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 Java的优点是简单、健壮、安全。 它的语法比CIA加简单。 垃圾收集器让内裤管理更容易。 直接码因为运行在虚拟机上,无法操作硬件,因此更安全。 那么Java是一个跨平台,一次编写到处运行的语言。 它有一个非常高度优化的虚拟机。 那Java的缺点呢,主要是语法比较繁琐,不能直接操作硬件。 所以它不适合底层超费系统的开发。 GUI的效果不佳,所以它也不适合桌面应用程序的开发。 我们再看看Java的应用范围。 Java适用于企业和互联网的后端开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Web开发。 Java还适用于安卓的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以及大数据的应用开发。 因为几个主流的大数据平台,Handoop,Spark和Stone,它们都是运行在Java虚拟机上的。 并且这些平台本身就是用Java或者Skala这种能编译成Java字节码的语言来编写的。 那么Java不适用于底层超费系统的开发,因为它不能直接操作硬件。 桌面应用程序开发也不适用于Java,因为Java的GUI虽然能跨平台,但是针对平台特性却非常差。 Java也不适用于桌面的大型游戏开发,因为这需要显卡的支持,同样需要能够直接操作硬件的能力。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底层超费系统的开发确实量很少,而桌面应用程序正在快速地被Web应用程序取代,桌面大型游戏将会越来越少。 因此我们的课程体系包含三大类,一个是Java SE基础课程,主要为大家讲解Java开发基础。 Java EE的系列课程,主要讲解企业和互联网后端开发。 安卓系列课程,主要讲解安卓的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那么我们的课程目标,首先是全面深入地掌握Java平台的开发能力,包括Java的面向对象编程,核心内户的使用,多线层编程等等。 那么我们还要培养架架架思维和自我学习的能力。 我们主要需要掌握Java的模块化开发的思维,设计模式,以及如何来学习开源项目,不断地自我成长等等。 最后我们还要培养优秀的工程习惯和编码能力。 我们要讲解什么是一个好的项目结构,要掌握IDE的使用技巧,要有良好的编码格式,要掌握一些调试方法等等。 最终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高薪就业。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Java的一些历史。 Java是上公司的James Gosling为手持设备开发的嵌入式变成语言。 它最早的名字叫Oak,但是因为这个商标已经被别人注册了,所以95年改名为Java正式推出。 Java的版本主要有Java SE是Standard Edition,也就是Java的标准版。 Java EE是Enterprise Edition,是指Java的企业版。 Java ME是指Micro Edition,是Java的移动版。 我们注意的是Java EE包含了Java SE,而Java ME是Java SE的一个精简版。 目前它用的很少,而我们目前在移动设备上开发的安卓程序并不是Java ME。 我们再看看Java的版本眼镜。 从1995年Java发布1.0以后,98年发布了1.2,2000年发布的是1.3,2002年发布1.4,2004年发布1.5。 这时候上把Java改了一个版本号叫5.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6也叫6.0版本,1.7也叫7.0版本,14年发布的1.8也叫加瓦8。 我们的教程也是基于最新的加瓦8来讲解的。 我们再看一看Java的规范。 那什么是规范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USB就是一个规范。 它规定了电源的正负级、信号线等等。 那么Java也是由一系列规范构成的。 这个规范叫做Java Specification Request,简称JSR。 另外有一个组织叫JCP,它负责维护这个Java规范。 一个Java规范除了JSR规范以外呢,它还需要一个参考实现。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规范编写出对应的代码。 还需要一个TCK的测试套件来确保任何一个遵守规范的Java代码都能够通过测试。 我们再看看Java平台。 Java平台实际上就是运行在各种操作系统之上的JVM。 我们把JVM和相关的Rontime Library称为JRE,叫做Java Rontime Environment。 但是我们要开发Java程序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编译器和一些其他的开发工具。 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加上JRE,称为JDK,叫做Java Development Kit。 我们在开发Java程序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编写Java的原码。 那么通过编译,生成Java的字节码。 这个字节码就可以直接运行在JRE的环境上了。 那么具体的开发环境,Java支持的环境包括Windows XP到Windows 10之间的所有版本, Mac OS X的版本,Oracle的JDK和OpenJDK。 那么开发的IDE主要有Eclipse,Intelligate IDEA和NetBeans这三种。 我们的教学演示环境是Windows 10,Oracle的JDK 1.8和最新的Eclipse。 你可以用任何版本的Windows,但是要确保JDK是1.8版本,Eclipse是最新的。